好,这个问题呢,应该算经济学吧 然后,有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中央银行 他印钞票的时候有什么规定 然后呢,因为这件事情事关非常非常重大 OK,各位可能有听说过,可能你的阿公内带 他们在民国38年那个撤退来台湾的时候 那那时候呢,不久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台币换成新台币 对,那他换的方法是怎么样 旧台币换新台币,换的方法是4万块换成1块钱 那意思就是差不多通货膨胀了4万倍 OK,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几年之内 他通货膨胀了4万倍 结果他最后逼不得已只好把4万块换成1块钱 那所以这件事情事关重大的 如果未来再发生一次4万块换1块钱的话 你的财产4000万就只剩下4000块 不对哦,1000块 对吧 那所以呢,当时 当时在大陆的时候,讲中的那个时代 当时他们的印钞票是怎么印的,我还没查到 他们有什么规定,我没查到 或许就是因为没有规定,所以就是一直印 那我曾经看过那时候的纪录片,哇,那个很神奇哦 那个一卡车的钞票拿来,然后一叠一叠发 然后发到了人民的手上,拿了一大叠去买一个面包 OK 那那个货币到这种情况之后,整个国家就已经破产了 那个钞票就是废纸 那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感觉好像那个那么荒谬的一个情况 可能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现在台湾的中央银行 它为了要避免重蹈,像譬如说之前的那种 烂印钞票的情况 所以我们的法律有规定 我们法律规定了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中央银行法 中央银行法规定了什么 中央银行,OK 这个总则都是一般性的陈述 就是促进金融稳定啊,监权银行业务 维持对内对外币值之稳定 OK,它币值之稳定就不能像之前四万块换一块这样吧 那就是币值不稳定 那这种四万块换一块也不是我们 就是撤退的时候才发生过 其实战后的德国之类的通通都发生过 那南美洲的国家也一直在不断的钞票变废值的情况也是很多 那所以呢 钞票一直都是个很大的问题 好,那他说OK 这其他的都不是很重要 接下来呢 他说中央银行会设理事会 大概十亿人到十五人 这十五人非常非常重要 那接下来呢 理事会的职权有关货币信用外汇政策之审议核定 那资本额调整 然后业务计划这些都看起来是正常 还蛮正常的 那其实整个中央银行法看起来都很正常 那监视 监视呢 他说职权其中第三点 本行发行准备之检查 然后本行货币发行数额之查核 他们到底查核什么东西 这一点我觉得很有趣 那到底查核什么东西呢 我就去查了 那 接下来你会看到 OK他到底查核什么 那这里有几个问题 那中央银行如果 如果没有限制 就可以任意印货币了 那印的货币 给谁 如果没有限制的话 印的货币我拿来自己花 可以啊 那当然是会有限制嘛 不然就是中央银行就变成 就变成那个权力无上的 自靠无上的总统 可以印钱给自己花的 那如果今天他印钱是要有规定的 那到底是什么规定 这一点你不觉得很好奇啊 那如果他可以任意印支钞票 那我们现在军工叫什么什么年终那些通通都不是问题 对不对 印出来发给你不就好了吗 对啊 那什么国债什么什么通通都不是问题嘛 我印出来就还国债不就好了吗 但是国债可能以美金计价不一定 那如果以台币计价的话 我只要印出来还你就好了 对吧 那所以呢 呃 虽然他可能会造成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 但是印钱确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你们想不过 我只要印出来就可以解决很多很多问题 那 但是可能会造成像之前四万块换一块的问题 对 那所以现在到底有什么规定 那如果中央银行不想造成快速的通货膨胀 那他只要慢慢的印就好 你说规定一年只能印一亿 那不多啊 对我们一年国民生产毛额实造的国家而言 一年印一亿 那不算很多 对啊对啊 其实那个钞票本来就会破损啊 因为你洗衣机就洗掉了 然后干嘛常常会发生这种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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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好几亿了吧 一加F16就好几亿了 三十几亿了 对啊对啊 所以每年其实都会固定破损 可能几亿到几十亿 对啊 甚至上次那个零一四有没有 零一四不是把钱就买了 说烧了 好那就就真的没了吧 烧了啊 那烧了那 那问题是他烧了之后谁赚钱啊 银行是哪个哪个银行赚钱 中央银行一定赚 中央银行一定赚 这点就是最神奇的地方了 烧了之后我们中央银行没赚钱 不管他是烧台币还是美金 中央银行都没赚钱 为什么 对中央银行是印钱而已 但是说连我们国家 整个国家都没赚到 他烧了之后 那个钱也不是归于 所有的老百姓 都没有 烧掉了 对但是 照理讲烧掉了应该会得到一些好处 因为你钱的供给变少了 那钱的购买力应该会增加 钱的购买力增加 那就是全民造福啊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当他烧掉之后呢 是造福美国人 有没有讲过 当他烧掉之后 竟然造福了美国人 为什么呢 台币增值 不对 这里有更深层的因素 你仔细再看来就知道 他说 第八条监视会是有这些功能 OK 那第十三条 他说 中华民国货币有本行发行之 本行发行之货币为国币 对于中华民国境内一切支付 具有法常效力 货币之印制和铸造有本行 设厂专营并管理之 OK 这就是中央银行的印钞厂 印钞厂 那 这也很正常 那本行发行委托之货币 应以金银外汇合格票据或有价证券 择实实足准备 这才是关键 这一条 什么意思 金银 我要嘛就有这么多金子 我才可以印这么多钱 有这么多银 我才能印这么多钱 但是呢 不止金银 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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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票据有价证券 那 合格票据有价证券 就是说我有 我有100张台积电 那我可以印100张台积电 试价的 钞票 OK 那OK啦 但是其实它不会存台积电 这种股票 它会存什么 真正的重点是这里 我们几乎所有的钱都存成外汇 外汇存成什么 存成美金 对 我们排名第五 其实在大概十年前 我们排名是全世界第一的 十几年前 我们一个很小的国家 有800亿美金的外汇 800亿 差不多快1000亿了 乘以30 就是我们有三兆 台币的外汇 三兆台币的外汇 相当于我们 中央政府总预算的三年 三年的总预算 所以我们有那么多的外汇 那这些外汇是干嘛的呢 你看一下 本行为 发行委托货币数额准备状况 应定期公告之好 我就去找他的公告 他到底公告了什么 那所以他就是这边 我找到一个 101年9月底 为止 新台币发行数额 及准备状况 这里重点 数额和准备状况 OK 他说应以金银外汇合格票据 和有价证券 所以接下来这个 发行数额到底 与准备状况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我整个把它贴上来 那你就看到 根据中央银行 第17条 我们稍微看一下 他的原件 会比较有趣 这个原件 就是中央银行的网站公告的 这不是我 不是我弄自己写的 所以你看到 公告101年9月底止 新台币发行数额 及准备状况 依据中央银行法第17条 17条我们刚刚应该有看过 17条 本行发行及委托之 货币数额准备状况 应定期供告之 这个规定他要公告 OK 所以呢 他是根据这一条要公告 然后他说 截至101年9月底止 共计发行各项新台币 这么多钱 这是多少 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大 很大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 十亿百亿千亿兆 也就是说 共计发行新台币 大概一兆三千七百七十亿 共计发行新台币 一兆三千七百七十亿 其中是 新台币券就是只超 有一兆两千九百九十亿 OK 那 那个硬币呢 有 这个很少 这个比起这个的话 差了好几个等级 几乎是 很少 百分之一左右而已 硬币只有百分之一而已 那所以呢 大部分的都是只超 好 那接下来他说 因为他 规定了 刚刚那一个法律 规定了说 我们 在这里 第十 三条 对 十六条 十六条 十六条就这个 本行发行 即委托之 发行之货币 应以金银外汇 合格票据 及有价证券 则指十足准备 百分之一百的准备金才可以哦 那这一点就非常的 非常的严重哦 你看 我如果百分之一百的准备金 那那些被洗掉的被烧掉的那些 你还是要准备金 对不对 你还是要准备金 你的准备金是 是什么 准备金到底是什么 准备金你就会看到 我们刚刚的那个十足准备 然后他说 准备金的这部分 他说准备部分 以上发行总额除硬币及硬幅币不需要准备 因为硬币是实质的 它是金属 它差不多就是那个价钱 所以硬币不用准备 那但是呢 纸币要准备 所以其余的部分呢 新台币券就是纸钞的部分 外岛地名券 辅币券这些纸钞的部分呢 以下列各项提充准备 第一 纯金这么多功课 好 那这个就是你要有那么多金子 放在中央银行 那他们的那个监视会去检查 对不对 OK 好 那再来 外汇美金 你可以看到这个 多少啊 这个又是不同的数量等级 你看外汇美金是这么多耶 所以大部分都是 都准备都是以外汇美金的形式存在 那美元寄台币29.33的话是这么多 OK 那这么多钱 这么多的美金 我们中央银行要有这么多的美金 才可以印这么多的台币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把我们的台币跟美金挂钩 你有多少美金你才可以印多少台币 那美金跟谁挂钩 美金跟谁挂钩 事实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的那些烧掉的那些洗掉的 全部都是转换成美金 给美国人花 那美美金一旦贬值 你的台币也就跟着贬值 对吧 因为你手上只有这么多美金嘛 你几乎所有的 所有的准备金都是美金啊 那所以一旦美金贬值你台币也就 对 也就没有价值 所以为什么 就很奇怪 因为我记得我小小时候 台币对美金是一比四十 就是 40 40块台币才可以换一块美金 后来呢我们经济变 变得很强之后呢 一路生生升到26块 后来就回到30块稳定了好久 一直到现在 OK 那你可以看到说OK我们的 货币的 的 发行方式是这样子 所以导致 台币跟美金有一个非常强的 挂钩联动关系 这件事情是只有台湾这样做吗 不是 全世界 大部分的国家 除了欧盟 以外 因为欧盟 有自己 自己发行欧元 他 跟美国的地位 几乎是一样 但是 欧盟还没有办法强到像美国 的 地位那么强 那 除了欧盟以外 其他的国家 只要他对货币 他 认为说 不应该随便印 希望 让他的 价值 有一定的保持的 他有几种选择方式 一种是 用 纯金来做 准备 或纯盈 另外一种就是 挂到 另外 别的国家的货币上面 我们就是采用挂到别的国家的货币 就是美国 而且 美国的货币 美金几乎是 全世界所有的 国家 都挂的对象 所以你可以想像 一下 这个 对美国的 的 货币造成多好的影响 你不断的印钞票 一直有人要 我拿一堆纸 去换一堆货物回来 我只要一直印就可以了 我印到 1000块的美金 我就 换回1000块的货物 1000块美金的货物 就是4万块 3万块 那印钞机只要不断的开动 全世界的钱就完了 我这边会留 但是 当然没那么好 他印钞机一直开动 要能够通货不贬值 必须要有人不断的买 谁在不断的买 从前是 亚洲市小龙 台湾 都有一直 一直在买 现在是谁不断的在买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外汇存底 现在高的不得了 已经 超过我们10倍以上 几兆我忘记了 他的 外汇存底的 的美金是以兆季的 不是以我们 几百亿季的 OK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 大家都要去抢这种 世界通货的 地位 欧盟之所以成立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要抢这个世界通货的 主导地位 至少 不要 只有美国可以这样做 我也要做 所以 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 人民币 其实他 中国现在越来越强之后 他或许有一个机会 可以 转成类似欧盟的这种地位 然后开始跟美金和欧元竞争 或许有这个机会 要看他怎么想 但是他现在 事实上他也已经落入了 美元的陷阱 他要挣脱很困难 因为他几兆的美元 的 外汇和准备在那里 他怎么挣脱 这会是个蛮困难 困难增多的问题 所以 你可能没有想过 一件事情 印钞票 影响 这么大 那 那 这个 比较像经济学 但是 经济学的部分 我觉得是很有趣 但是 很多东西其实看起来 理所当然 却是似而非 有很多 这种 概念 如果你去 追查 你会发现 这里面 有很多 机密 这个机密都是公开 其实你都可以查 但是问题是 你不会知道 谁会去查这个东西呢 谁会去查中央银行 印钞票 他需要 什么条件 很少人会去查 那但是 有些人会去查 像最近 有个 有个 NBA 毕业的作家叫王博达吧 他又写了一本美元陷阱 看了看 我想说我应该回来查一查 所以这是我 我 查这个的动机 那有时候其实 很多 很多东西 其实是你 日常生活 里面 你好奇心就可以让你 发现很多 秘密 好 那我们 这个主题跟